大家好,歡迎來到這次的講座 首先我自我介紹 我叫Johnny Ho,中文名叫何仲賢 我是來自香港城市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系 我們一般講材料科學及工程系 我本身從事材料研究 再深默一點講,就是一個納米材料研究 今天首先歡迎大家 希望在以下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讓大家認識什麼是納米材料 以及現在日常生活的形容 我先分享一個screen 好,其實什麼是納米材料呢? 首先,我介紹自己 其實我本身在香港和美國 都從事多年納米材料的工作 其實納米材料是一個很 我們叫做multidisciplinary 即是說是很多方的學科 一起結合起來的一個 比較專業的科目 怎樣說呢? 因為其實納米材料 大家也知道 其實納米有很多物理 其實去做這些材料 牽涉很多是化學的 所以我本身的經驗 在自己想讀的學位 都有一些化學工程和材料工程的專業 應用方面也有很多 所以就是一個在電子工程的應用 之後我從事多年的研究工作 亦都在美國的國家細胞室做過工作 亦都在業界 例如在三菱工業 亦都在micron technology 亦都在National Semiconductor 那些就比較做半導體為主的工作 那麼在2010年我回來香港 加入了紙士大學 2018年就參加了青年科學院 所以我做納米材料是非常有興趣的 其實今天就想跟大家說清楚 什麼是納米材料 其實大家之前也聽過一些什麼 納米水、納米諾等品牌 其實我們想介紹回普羅大眾 什麼確實是一個納米材料 而且藉著很多不同的形容 例如今年剛剛最新的諾貝爾法學獎 就是一些叫做量智點 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的納米材料 希望可以介紹大家 納米材料如何幫助我們日常生活 有什麼更多的應用 其實什麼是納米材料呢 很簡單 就是當一個材料熟悉到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 例如有多小呢 我們就是10 to the power 9 就是10的負9次方的meter 我們就一個單位叫做nano 就是一個納米 其實相等於多大呢 就是等於有10個氫原子 Hydrogen atom的長度 其實如果對比一些肉眼看到的 就像是一個乒乓波坐在地球上 一個這樣的對比 一個納米和一個 我們叫做 Microscopic Object 其實很簡單 如果大家用一條日的頭髮來看的話 其實會大概是0.06至0.08mm 這個厚度 但如果用納米的單位 就會達到6萬到8萬的nm 所以你可以想想 這就是電子氣味 可以看到一條頭髮的厚度 由6萬至8萬個納米 而它實質的其實只是0.06到0.08mm 即我們可以用一個間尺看到這樣的感覺 證明其實一個納米 你想想 一條頭髮的六萬分之一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少 起碼肉眼看不到 如果他看的話 我們一定要用一些高端的手段去看 例如電子氣味 才可以看到納米階段的大小 其實如果再說回一個普通人的高度 例如Michael Jordan 是大約2m高的話 就是2 billion的納米 即是20個億 如果看回紅血球的話 會是1000個納米 如果一個DNA 或者一個molecule的厚度 就會是1個納米 而一個氫原子 我們叫做anstrom 即是0.1個納米 可以給大家一個感覺 就是 其實納米是有多大 其實它這麼小有什麼用 其實可以追溯到1959年 物理學六貝爾獎的得獎 就是Richard Feigman 一個很有名的Slam 其實它的解釋就是 在物理學裡面 他們只要可以見到的畫 而在化學裡面 它們也是一個 類似atom level 即是一個單元子的畫 即是可以用一些單元子 去做一些有用的合成 而令到它是有些更有趣的 一些物理現象衍生出來的 所以在那個時期開始 人類就希望可以做到一些 由納米階級的 這麼小的一些材料 或者一些實體 從而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不同的原子的排序 或者一些不同原子成份的一些合成 去產生一些新的物理現象 去希望幫助我們未來的形容 而如何做到這個納米的材料 其實大致是有分兩種方法 我們一種叫top-down approach 即是你想想 如一個很大的實體 我們慢慢把它吊嚇 把它縮小 而做到一個很小的實體 我們這個就叫subtractive approach 就是一直減下去 我們也有很多工序可以做到這些方法 例如我們叫做photolithography 即是一些叫光刻的技術 加一些etting 一些黑色的技術 就可以將一些很大的object 一路做到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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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approach 就叫做bottom-up 就是慢慢增加的 我們叫adaptive approach 如何為之叫做bottom-up 就是好像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法學 我們是通過合成 將很小很小的原子 例如是一個mstrom 幾個mstrom 即是0.1或者0.幾個納米的大小的原子 將它組合起來 將它組合到我們可以用得到 希望它的大小 我們這叫做bottom-up approach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的 例如我們一些生長的材料 可以將一些南米材料在不同的基底上 這個叫做bottom-up approach 現今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手段 是用top-down或者bottom-up approach 去達到我們想要的不同材料合成和組份 去希望讓我們應用起來的 如果說我們top-down光刻的approach 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就用了一些光號原理 我們就用了一些mask 例如我們想要做到不同的pattern 就在這個mask裏做出來 這個mask其實就是類似我們現在做電腦的芯片 而這個photo-lip approach方法 就是現在我們用的電腦芯片的光刻技術 其實全世界的領先就是一個荷蘭的公司 叫ASML 它就是現在研究了一些叫做EUV Extreme Ultraviolet 核心紫外線的一些光刻技術 那什麼叫做深紫外線呢? 即是說它是非常短的一些波長的光 相對來說是很接近X-ray的了 而它的波長只有13.5個納米 為什麼要用到這麼短的波長呢? 就是用這麼短的光 我們才可以衍生到一些很小納米級的影像 在我們的基底上面 其實如果大家好像用一個攝影機 用可見光 我們現在叫做 例如彩虹這些可見光 紅橙和綠青藍紫 其實它的波長是大約400至700個納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用普通的光學顯微鏡 我們看到的一些影像就會在400至700納米附近的一些大小 如果我們要做一些很小很小 或者看到一些很小很小的影像 我們用光就要用非常短的波長 就是用到X-ray這麼短的波長 而X-ray有很強烈的穿透性 以及它也會衍生了很多不同的對身體有不好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非X-ray 但是接近X-ray這麼短的波長 例如深紫外 Extreme Ultraviolet 就可以通過一些光學的技術 把它顯映在一些很小的晶片上 我們這些叫做stepper stepper的意思就是說 例如這個photo mask 它的大小是1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縮小到0.0001 是可以縮小很多千倍的 希望將一些很小的顯映 顯映在我們的機帶上 例如硅片上去做芯片 之後我們這些芯片就可以去顯映 顯映了之後 我們顯映之後就有些pattern 這些就是光刻膠的pattern 我們用光刻膠做了一些pattern之後 就可以做腐蝕 做etching 做黑色 例如我想去pattern這個薄膜的話 就可以用這些光刻膠做黑色 這些黑色呢 我們叫做etching 有兩個不同的方法 一種是用化學的成分 我們叫做wet etching 用chemicals去etch 另外一種就是dry etching 就用等離子的現象去plasma 去做etching 其實兩個各有好處 如果wet etching的話 相對來說是非常快 非常簡單 因為是化學的工序 但他們的控制大小就不太好 因為dry etching 可以做到一些很垂直的黑色表面 所以它可以做到很細 而pattern是很直的 所以根據不同的應用 我們去選擇不同的etching的技巧 去做這些納米材料 也很簡單的一個表 去解釋了wet etching 和dry etching 兩個不同的分別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wet etching 是比較低價值 比較便宜的工序 以及很容易去做的 很容易去做的 做etching的話 你可以很精準地去控制 例如我們可以用這些方法 去做一些很小的pattern 例如去到納米級別 而wet etching 相對來說是比較難去做納米的 另外一種方法我們叫bottom up 剛才的photolithography 光刻是一個top down的技術 bottom up的話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亦有用一些wet的方法 即是化學的方法去做 例如我們有些叫做chemical的方法 可以用熱力素chemical 可以用電化學的方法 而gas phase就是用一些氣體去做 即是說我們是將我們想grow的材料 將它氣體化 而之後就將它帶去我們的機体上面 自己去自組裝成為一些納米材料 例如我們有叫做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這些是比較常用的一些手段 去做一些納米材料 即是說我們首先還是一些很小的原子 將它用不同的手法 例如氣體化或者化學的方法 去組裝成一些比較大的材料 我們就要通過不同的技術 去控制它的大小 去控制它的組份 而讓它得到我們想需要的一些應用的特性 現在這個是很典型的 什麼叫做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首先我們要做一些催化劑 是一些金屬的微粒 這些催化劑大約是納米級別的 假設是5至10個納米的大小 而之後我們就去用一些氣體 例如我們是要掌一些半導體 例如我是要掌silicon的nano material 即是說我們要掌一些貴的納米材料 我們就用一個silicon的gas 去金屬的催化劑那裡 之後就通過一些化學的手段 去令到那些氣體進入金屬 而金屬和氣體去有化學反應之後 就會生長成一些材料出來 這些材料是一個線狀的原因 是會有一個線型的生長方法 這個叫做納米線 最後通過時間的控制 去掌出不同的納米線 所以其實例如碳納米管 大家都聽到都是用這些方法去生長出來的 其實在1991年日本科學家 Professor Ijima 用這些化學的手法 去掌出一些不同的碳納米管 例如我們叫做single wall 即是單層的碳納米管 什麼叫做單層的碳納米管 即是說這個管 大家可以想到它是一個水管 而它在外面只有一層的碳原子 將它圍住起來做一個管狀 我們叫做碳納米管 而這個管裡面的一個大小 只是一個直徑只有三個納米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手法去控制多層的 例如看到這個Figure A 就會有五至十層的碳納米管 而再厚一點的話 就去到這個Figure C 就會有多層的碳納米管 而它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我們需要用到碳納米管 原因就是第一 它是非常導電 導電的效能甚至是比金屬更加高 所以它很適合做一些電子的全導體 而且它也有一個很強的 mechanical的強度 一個strength 所以它甚至乎是十至一百倍 比普通的Steel更加強 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應用了 而如果也是說碳材料的話 除了碳納米管之外 我們在納米材料也有另外一個 比較有名的納米材料 例如我們叫做石墨烯 Graphene 其實在2004年 有兩個科學家 Andre Glyn 以及另外一個學生 就生長了一個單層的碳材料 這個單層的碳材料 我們就叫做石墨烯 它跟剛才的碳納米管不同 就是管形成一個管的形狀 而它就是把管打開 在平面上 所以它就是一個單層的碳材料 而這個單層的碳材料 就帶來了很多新型的物理現象 所以它就得到了2010年 諾貝爾的物理學獎 因為正正發現了這個單層的碳材料 我們叫Graphene 是一個很獨特的不同的物理現象 其實除了碳納米管 和石墨烯材料 也有很多不同的納米材料 例如 就是我遲些會深入說的 Quantum Dot量子點 有納米線 納米belt 納米管 納米薄膜 以及一些納米grain 在一些鋼材料 或者鋁材料那裡很常見 它們就有一些很多不同的應用 所以其實大家都叫做納米 其實有什麼應用呢? 之後我們都會很詳細說 最重要的是想再跟大家介紹 就是剛剛新鮮滾熱辣的 在2023年 即今年 化學的諾貝爾像 有三個科學家得獎 這三個科學家 其實他們的貢獻是發明了 如何合成了Quantum Dot 以及也很深入地研究 Quantum Dot的一些很獨特的化學 和物理的現象 而它之後對我們後世是影響很大的 例如大家現在都看到有 叫做Quantum Dot LED TV的一個產品 市場上已經推出賣了 大家都知道是正在使用的 而它比普通的技術 例如以前的LED 或者LCD的TV 是有更高的光解度 以及它的 contrast 亮度、亮度、亮度、清晰度 都有大大的提高 其實什麼叫做量子點 Quantum Dot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圖片很簡單 就是有不同的顏色 好像是一個彩虹 就像我們看到黃色、黃色、黃色、青藍紫 其實這裡大家看到的是可見光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可見光 它的波長是400至700nm 紅光是最長的波長 是接近700nm 而最短的波就會偏藍 這些偏藍偏紫就會接近400nm的波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Solution 而它發光的現象就是 因為它是Quantum Dot 量子點在不同的大小的時候 令到電子在材料裡面的運行 受到一些獨特的不同的限制 從而激發了一些不同的波長的能量 讓我們肉眼看到 即是只要一個材料 去控制它的大小 就可以控制它發光的顏色 如果比較大的材料 可以發一些紅色偏紅色的光 如果發一些小的材料 就可以激發一些偏藍、偏綠的光 量子點的獨特就是 只要控制它材料的大小 就可以控制它激發光的波長 即是不同的顏色 所以從而在光、光電和不同的器材上 都有一些很獨特的應用 之後我就會講解一下 其實是比較日常生活看到的 辣米材料的一些應用 其實說辣米材料 可以用一個電子產品去講解 什麼叫電子產品? 例如大家去買手機 去買電腦 我們裡面有講很多芯片 其實芯片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三極管 我們叫Transistors Transistors 其實我們會在行內 有一個叫做摩爾定律 Mores Law Mores Law其實不是科學現象的定律 而是一個人的觀察 而這個觀察是非常獨特的 所以在業界裡面 我們也講到一個定律 所以叫做摩爾定律 而誰是摩爾呢? 其實摩爾是一個人 就是Gordon Moore Gordon Moore 就是Fairchild Semiconductor 而之後就是Intel的其中一個Founder 就是他開始成立這間公司 Intel大家都可能知道 Intel 現在做芯片 在世界上非常大的一個廠家 大家如果去買Intel的Processor 現在可能大家買電腦會有i3、i5、i7、i9 不同的Processor 其實摩爾定律的意思就是 每兩年 我們就估計到一個芯片裡面 Transistor的數量是會增加一倍的 即是說如果大家可以追溯到 可能去到大家小朋友 現在父母的年代 他們開始接觸電腦 是用著286、386、486的 其實在80年代 就是很典型的一些Processor的型號 如果相對來說 看看Processor裡面的話 是有10的5次方的Transistor的數量 而每兩年的話 Transistor的數量是會增加一倍的 相對來說 如果大家可以追溯回 從1970年代到現今的話 其實這個摩爾定律也是非常符合的 所以看到一個非常線性的走勢 所以說 我們可以撇得到 如果2030年、2040年、2050年 是不是走勢仍然會一直增加Transistor的數量呢? 而為何我們要增加呢? 原因就是希望我們 希望它的運算速度更加快 所以 那是為何我們就希望 要多放一些Transistor 到CPU那裡 讓它運算速度更加快 所以證明 如果我們要運算速度更加快 要更多Transistor的話 但我們不需要CPU很大 我們想它越來越小 即是說 每一個Transistor的大小 是變得非常非常小 其實什麼叫Transistor? 這就是三極管 就是通过给电锅给一个Gate 而去 turn on 或者 turn off 这个 device 例如想电子在那里流动 由 source 去到 drain 即有电流 我们就要通过一个Gate 给一个电锅去,令到它有一个 电子的流动 这样叫做一个三极管 而刚才我们讲解到一个芯片里面 是有几十亿个 甚至几百亿个 这些三极管 即是说当它运算的时候 我们给电锅给一个Gate 就会有 电子 是由 source 去 drain 流动 就是一个电流 通过这个 有电流和无电流 即是一个零同一的关系 就做了很多不同零一零一零一 从而我们可以设计了很多不同的电路 我们有很多叫做logic 所以如果我们想去运算速度 更快 更强的效能的话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transistor 而这个transistor 这个大小就会越来越小 现在是小到纳米级别 所以大家经常听说 例如 原来台积电 说现在量产三纳米的芯片技术 从五纳米到三纳米 或者再到两个纳米 其实就是不同技术的代号 代表 芯片里面 最单一的三极管 transistor 的大小 其实芯片 就有不同的年代的变化 其实之前我们一般都是 用平面设计的芯片形状 的形状 到了大约2010年的时候 我们是叫做14纳米的技术 14nm的技术 平面也不足够 去满足了我们 对运算速度的要求 所以 我们就做了三维的 芯片的形状 这个transistor的形状 我们叫做 Thin Fat Thin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预期 是一个Thin 所以是一个三维的 因为是一个凸起来的立体 对以前的平面是不同的 再去到之后的话 我们可能去到纳米线 Nano wire 的一些Fat的形状 再之后就会去到multi nano sheet 的一些形状 我们 或者简称叫multi bridge channel 的FET的形状 这些就是一路会 演变下去 我们利用到纳米的材料 去做一些 芯片 满足到我们 这个 运算速度 同时也要省电 因为大家都不想 你例如 手机或者 手提电脑 你要 常常充电 你可能希望去充一次 可能用 一两天 都不会 要充电 所以 相对来说 我们越小 的材料同时 希望也都可以 限电 而 例如我们说台积电来看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在 N7 即是7个纳米的 技术 大约2020年开始 就去到5个纳米的 N5 之后 去到2022年 就有N3 3个纳米的 技术 那时候 还在用 FINFET的技术 记得 刚才我说的 预期 如果大家去买台积电 生产出来的芯片 可能会看到 3个纳米的技术 N3 之后 再一路衍生出 再进步的技术 就会去到 用Nano sheet的技术 纳米片的技术 就会推到N2 可能大家 预期 2024年 或者25年 我们就会看到 一些产品 是会有N2的技术 即是两个纳米的技术 生产出来的技术 其实如果说回一些 图的解释 例如看一个电子显微镜 我们看两个 不同的芯片 一个就是A11的Bionic Apple A11的Bionic的芯片 是会在iPhone 8 iPhone 8 Plus 或者iPhone X 这几个型号的模式里面 看到芯片 而这个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的形象 这是一个 Code Session 就是说我们拿芯片 将它横切面看 就会看到有很多层 不同的金属 而它做最底层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所说的 Transistor 三极管 如果你看到 这个Scale Bar 即它的大小 就是说 这个距离就是 三个Micro 三千个纳米 而去到单一的话 一个纳米 就是说 三千分之一 就是一个纳米 所以看到下面 最底层 就会是 纳米级别的 Transistor 的大小 所以看到 不同的设计 而影响到如何有多层的金属 去做一些不同的电脑 去做一个芯片 另外一个 就会是不同的厂家的代表 例如是Samsung 他有一个 8895芯片的 Code Session 电子显微镜的Image 大家看到 其实 同一个Scale Bar 也看到 在最底层的Transistor 的跌程框 而看到其实它在 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设计 都是各有不同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整个芯片的厚度 就算两个不同的品牌 出来的芯片 都是维持大约 三个micron的厚度 就是说三千纳米的厚度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之薄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 器材很小 很省位 亦可以很省电 另外一个是Apple的一些不同的芯片 所以大家可以注重 我们看到是什么 去製造的技术 而2020年 我们在Apple中 买到的 M1的芯片 直到今年 出的M2 Max的芯片 都仍然是用着 5个 Nanometer technology 5个纳米的技术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 三极管 Transistor的数量 就是有 16个B 即是160亿个 到 现在是超过 670亿个 Transistor 在这个M2 Max的芯片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由16个B 到17个B 是超越了4倍以上 即是说 可以想想 从2020年到2023年 只是大约3年的期间 它的芯片的数量 是多了4倍 所以是非常符合了摩尔定律 所以可以预计到 如果 2025年 2027年 我是不是再要在 67个B 的Transistor的数量上面 再翻倍 所以在业界里面 是非常有压力 一直做到 材料是非常非常小的 除了芯片大小之外 其实现在仍然是用silicon 就是用硅这个材料 去做芯片 其实也有很多科学家 尝试用其他材料 例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碳纳米管 因为它的导电是很强 很高的conductivity 所以衍生出来的 运温速度可以更快 因为电子可以走得更快 在这些碳纳米管里面 而从而是更省电 所以是不同的科学家 例如这个就是 在美国的科学家 他就用纯碳纳米管 做到一个 芯片的技术 是Transistor的技术 当然它只是一个初成品 所以它只是有 比较简单的功能 但是 正正这个 很重要的文献 也证明了 我们其实 用碳纳米管 也可以做到 同样的芯片的技术 而希望借着它更高效能 是令到我们达到更高性能的产品 除了我们说一些芯片的技术之外 其实大家可以认识到很多的就是我们电视的一个显示的技术 例如我们最传统的有两大个 Display technology 一个叫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另外一个叫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其实它两个技术是很相似的 它也是依赖一个Liquid Crystal在中间 而这个Liquid Crystal 就是通过我们给电去的时候 就影响了它在里面的Crystal 一些晶体的排序 而令到光可以透过去或者不透过去 大家可以当它是一个switch 我可以用电去控制它 透光不透光 透光不透光 之后就会放一些 不同的color filter 去给予不同颜色的光 而在一个显示屏上 而最底层我们有一个叫背板光 一个backlight 而LCD和LED的分别 就是在于backlight的分别 而LED就是用一些 light emitting dial 去发光的 相对说它是非常薄 而且它是非常intense 和非常省电 而普通的LCD就是用一些很传统的光学的原理去发光 所以相对说它是比较耗电 和比较笨重 大一点 而且它的光的强度是没有那么强的 除了 传统的技术之外 其实今年的 诺贝尔化学 化学奖的一个成品 我们叫量子点 quantum dot 其实为什么它这么影响 那么深远呢 原因就是 它在很多光学上的一些 器材都有一些很优性的贡献 例如在电视机上 我们会看到一些 叫做quantum dot LED的TV 就是量子点的LED TV 其实它的原理是很简单 在LED的电视上面 LED的技术上面 再加一层量子点 所以看到其实很普通 一个LED的技术就是 我有一个辉光 就是LED 而射出去的话是通过不同的color filter 去给予到不同颜色的光 所以看到有红 绿和蓝 最主要都是RGB 这三个大的光的色泡 而它做出不同的光 给我们肉眼所看到的 但如果用quantum dot LED TV的话 其实在中间我们的color filter 就加了一些量子点的材料 而这个量子点 我正正刚才所说的 就是通过 控制量子点的大小 可以通过控制它的大小 去控制它发光的一个波段 即是控制它发光的颜色 而正正去控制它发光的颜色 是可以令到颜色的 而这个brightness 也会有一个大大的显著提高的 例如我们用LED的传统的技术 大部分是可能去到16个million 160万个 的颜色 1600万个颜色 调控的颜色的种类 而如果用quantum dot LED的话 可以去到10亿个color 所以它颜色的color的解像度是非常高的 其实现在也有另外一种 电视的显示技术 我们叫做OLED OLED 其实它就叫做Organic LED 它是一个 很新的一个技术 原因就是它不是用LED 或者用一个背光板 的方法去发光 它本身在Organic的发光层 例如一些碳材料 它在color filter 它本身是一个发光层 而它是一些碳材料 而给一些 电荷去的时候 例如通电的时候 它这些有机的碳材料 就可以自己发光 直接打在显示屏 所以是无需有一个背光 无需有backlight 跟传统的LCD和LED比较 它是有一个背光 去打到color filter 才再显示在Display 所以形成了它的 例如电视机的厚薄 是很大的差别 OLED 是可以做到一个 很薄很薄 例如一张胶片的厚度 而LCD和LED的TV 是做不到那么薄的 而且它颜色的显生出来的color 的brightness 和color的contrast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当然它的产品的技术 是比较贵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坊间 买的话 都会看到 OLED的电视 是明显比 LCD和传统LED的电视 是贵的 希望今天通过 很简单的介绍 让大家了解到什么 是纳米材料 还有 其实在纳米材料 日常 例如在电子产品 在芯片 和在电视机的 显示技术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enabling technology 就是我们说是因为有这些纳米材料 才可以令我们做到有这些技术 去帮助我们 提升日常生活的质素 正正希望就是说 例如我们说第一次 的工业革命 是出缺于 我们MIRROR MILI 就是说用一些 机械的技术 去做一些 大小的一些产品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 就是 例如我们电脑的发明 就是用一些叫做 Micron的技术 Micrometer 10 to the power minus 6 这个是Micron 去做一些 第二次工业革命 是有电脑 或者集成电脑的出现 令到大大提高 我们的生活质素 例如有互联网 Internet 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些 高端的电脑的技术 才可以做到 由现在的互联网 提高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们 科学家 或者是业界 或者是社群 也估计 希望是否可以用到 纳米 Nano 这个去凸显了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一个年代 希望更加 製造了一些更新的产品 去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可以更加有 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 纳米材料 令到例如 我们在电子的 器材里面 令到芯片里面的 温算速度更快 耗电更少 令到我们的电视的 显示 技术上 有更高的解像度和清晰度 以及颜色的清晰度 最后多谢大家听我的简单的 介绍什么是纳米和日常应用